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曾经在海德公园的草坪上跟妈妈一起晒太阳 也曾经在香榭大道的长凳子上 思考过关于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 但是更多人拿出照片证明小胖的纯正中国血统 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孩子 顽皮可爱 爬过拖拉机 掏过了袋 和同学一起参加过商场的开业庆典 童年的小胖最让人难忘的是他憨厚的胖脸和无辜的眼神 就是这张照片让小胖横空出世 成为网络上人见人爱的无敌巨星 关于这张照片目前还存在太多的争议和疑点 有人说小胖是东北人曾经和雪村一起在北大荒弄过大板桥 有人说小胖是一家过桥米线小吃店老板的儿子 还有有人说小胖其实是个火房小丫头 最拿手的厨艺就是清朝小黄瓜 更有人别有用心地把小胖描述成海盗星巴达 无论怎样小胖千遍万化神妙莫测 2000年小胖参与他的电视处女作《射击英雄传》的拍摄 担任男一号主演胖哥哥一炮打红 迅速成为红遍两岸三地的偶像巨星 童年参与浪漫爱情文艺片 向上走向下走的拍摄 让万千少女为之跌倒 此后小胖片约不断 先后参与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 一时间小胖主演成为了票房保证 由他一人分饰九个角色的电影《无见到》 票房创历史新高 成为影视新一轮旧式大片的代表作 小胖日争成熟完美的演技 和征服全球的个人魅力 使他无可阻拦地 要到好莱坞一显身手 指环王小胖 哈利波胖 蝙蝠侠于小胖 石面埋伏抓小胖 拯救大兵小胖 这些创造了超高票房的电影剧作 无故打上了小胖的印记 很多国际著名影星 对小胖由衷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他的眼睛会说话 是个天才 他是我见过的最有男性魅力的一位演员 我非常期待跟他的合作 这是真心的哦 百变无敌的小胖 甚至能够扮演卡通角色 成为孩子们的最爱 小胖的魅力还直接影响到动物界 杜海涛家里的猫 因为长得有小胖一样的明星脸 也被好莱坞梦工厂挖掘 取代了原猫狗大胆中猫的主角位置 曾经有一个整容的机会摆在我面前 我不知道珍惜 如果将来还有一个机会摆在我面前 我会对他说 求你把我整得更像小胖些吧 然而小胖对艺术的追求还不仅于此 在服装界 他的波西米亚着装风格 让天桥南米顿失颜色 无论是绘画还是雕塑 小胖都给诗人留下了很多美妙的传世作品 百变的小胖经历永远像喝多了猛流壮壮眼 激情四溢 豪气冲天 他不甘寂寞一头闯入了体坛 与乔丹过招 跟老二一起奋战在皇马的主场 他改掉了小时候喜欢打了的快习惯 转而装功气步枪五十米移动吧 他还是那么顽皮 甚至在拳击场上千军一发时刻 他还要淘气地玩弄对手 这就是小胖 一个在网络的世界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的可爱的小家伙 他的真人已经成长 但是他留给网络的欢乐 永远都不会降温 永远都不会降温 哦 我永远都不会降温 我永远都不会降温